美方一些人一边忧心忡忡 唯恐落于人后 一边又说自己信心满满 这是典型的认知失调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近年来美方加速推进太空军事化 公然将太空界定为作战疆域 组建太空军和太空司令部 研发部署天机进攻性武器 组织军事攻防演习和技术实验 搞太空联盟小圈子 消极抵制太空军控进程 这些行径对太空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 已经造成极大负面影响 星河璀璨 不容独舞者散步硝烟 我愿在此重申 中国坚持和平内游太空 坚决反对将太空武器化和战场化 反对任何形式的太空军备竞赛 这一立场没有变也不会变 我们敦促美方纠正剑拔弩张 患得患失的不良心态 尊重国际社会共同愿望 停止鼓动太空军备竞赛 与世界各国一道 维护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